先說明善業不善業跟無稽業 三種種類是怎麼定的 我怎麼知道我造的善業 我怎麼知道我造的罪業 這個罪業善業的定義是怎麼案例的 我們先把它唸一遍 善業 為無貪無稱無痴 為因緣業 不善業 為貪稱痴為因緣業 無稽業 為非無貪無稱無痴為因緣 亦非貪稱痴為因緣業 好 我們前面說到善業絕對遭感安樂的果報 罪業絕對遭感痛苦的果報 那麼善業跟罪業是怎麼定義呢 我們看這個什麼是善業 就是你依止無貪無稱無痴 你一定是依止無貪就是失守的心 無稱慈悲的心 無痴智慧的心 那麼這種三個善心所引導的 牲口的惡業的因緣 通通叫善業 那什麼是罪業呢 只要是貪稱痴 所發動的煩惱 所發動的這個牲口的行為 通通是罪業 反過來 他不是貪稱痴 他也不是貪煩惱 他也不是善 那麼這就無機業 比方說你在善部 你在剪指甲 你也沒有起善念 也沒有起惡念 這個叫無機業 他不好不壞 那麼這個地方的定義就是說 業力的行程 使有你的信念決定的 你的信念是邪惡的 不關你做什麼 這個定義就是惡業 你的信念是善良的 即便你喝著你的兒子 他也是善業 我現在考大家一個問題 英國的道理 你坐在蘋果的樹下 蘋果掉下來砸到你 這個是善業惡業 他打到你很痛 罪業 答案是 他不是業 他沒有心事嘛 他是個古報 你看地震 地震也不能講業 因為它 地震是沒有人造 因為業 一定要有一個明瞭的心 要有心事引導的行為 才叫業 因為蘋果沒有造業的能力 他沒有心事 他打怎麼造業 他是個職務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知道 業力一定是由思想引導的 來 我們講一個例子 給大家參考 佛在世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到虛大長者 我們講到另外一個護法 叫做波斯利王 這也是佛陀的道貨 波斯利王他有三個公主 其中我們講 其中一個叫善官公主 長得最莊嚴 最討人喜歡的 最有得恨的善官公主 他三個女兒裡面 最有名氣的善官公主 那麼善官公主 當然他長得莊嚴 又善解人意 所以得到波斯利王的寵愛 波斯利王經常辦完公事以後 就到他那個地方 都花眼散散步 那麼善官公主就陪他聊聊天 那麼這一天 波斯利王處理完公事的時候 又到善官公主的地方 帶著公主在花眼裡面聊天 這個波斯利王就說 他說 他說女兒 你今天長得這麼莊嚴 受到別人的讚美 那是因為父王對你的疼愛 父王對你的加持 那麼善官公主一般來說 都是很隨順父王的 但出番街呢 他說了一句話說 父王你這句話說得不對 我今生的安德國報啊 是我過去的善業所感 波斯利王就不高興了 不高興就走掉了 走掉以後第二天呢 他又提醒了 他說啊 他說你的善業啊 是我架死你的 結果善官公主的回答 還是一樣 他說這個是我的善業所感 連續三天 都是這樣回答 這個時候把波斯利王激怒了 激怒以後呢 波斯利王說 好 我看你的善業力量大 還是我國王的威德力量大 他就他的侍從啊 你去世界上 街道裡面找一個乞丐 找到以後呢 他叫乞丐說 我把你的嫁給你好不好 乞丐說當然好啊 就嫁給他 嫁給他以後呢 那善官公主這個人 他是知命任命 他對因果安住道法的人啊 那跟一般人不一樣 他對道法的聖結啊 那種皈依啊 他不會改變他的認知的 那麼他嫁給他以後呢 他說那你 問那個乞丐說 那你 你嫁住哪裡啊 他說我沒有嫁呢 我做乞丐 那你以前小時候住哪裡 他說我們小時候 本來我們也是大富長者了 後來花生的火災 真的父母親都死掉了 所以我們的兄弟姐妹之後 在外面流浪做乞丐 他說好 那我們去你的老家看看 那麼這個乞丐就帶著 這個三官公主呢 到老家去看啊 一片荒野 那個房子燒得 已經不能用了 那麼 那沒關係我們先安頓下來 兩個人就種種菜啊 就開始在種種田啊 過日子 那麼兩個人夫婦在種田的時候啊 突然間那個鋤頭一鏟下去啊 哭一聲啊 裡面有東西啊 結果挖到的是過去祖先留下的珍寶 他把這個珍寶拿出來啊 蓋了一個比他以前供電 更大的供電 裡面的設備更豪華的設備 那麼這波斯利王當然一時賭氣了 他就 氣消了以後 他就派人說 你去打聽一下 現在公主過得怎麼樣 結果那個 那個那個士者一看 哎呦 他說現在啊 這公主住的供電 比我以前的 比他以前的供電更漂亮 那麼波斯利王就 非常驚訝 就領著他的 侍從啊 趕過來看 那麼三官公主當然就很歡喜的 把他父王請進來 他一看 果然啊 裡面的設備比以前更好 那麼這個時候 波斯利王就 領著三官公主啊 就去見佛陀 請佛陀開示 是什麼音言 會造成這個結果 佛陀說啊 三官公主這個人啊 深深是喜歡布施的 這種布施 已經形成善根的 不是善念 聖結 對道法的聖結 他說呢 他今生的父貴 是很重要的一個 其中一生就是在迦瑟佛的时代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上一尊佛 迦瑟佛时代 佛陀有四大弟子 那么上官公主 对四大弟子是平均的供养 那么当然那个时候 她是一个妇人 她没有工作 古代妇人没有工作 她先生赚钱 她把先生的钱除了日常生活以外 要拿一点钱去供养 迦瑟佛的四大弟子 那么一开始她先生是反对了 这个钱我们自己用就好 为什么要去供养这个修行者 但是后来上官公主就再三的 劝她先生说 我们应该是供养 来生才有富贵的果报 后来她先生就勉强同意 所以她得果报的时候 有决定跟不决定的差别 诸位要知道 做太太的供养 这个钱是哪里的 当然先生赚的 所以当然她先生有一份 但是为什么得果报的时候 上官公主的果报 是如此的坚定不可破坏 而这个兰仲的乞丐 一定要遇到上官公主 她的果报才会激发起来 她是被动式的 因为她布施的时候心里磊落 她没有强烈的心 布施的心来引导 所以她那个业力 虽然她跟上官公主 两个人同时布施 果报不一样 就是 这两个同样的马车 但是前面那个马 一个是强壮的马 在引导这个车子 一个是一个很瘦肉的马 走得很慢的马 在引导这个车子 所以这个业因的业力不一样 诸位你会慢慢知道 你明白道理在修习善法 跟没有明白道理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当然你说我参加导佛期 会长打电话给你 你不好意思来参加 这也是善业 但是得果报的时候力量薄弱 因为你不好意思才来的 那你主动积极 开了四五个小时的车来看家佛山 那就不一样 这个符号进入你的心中 那就不一样 业力的本身的行程 是由心念主导的 心强业重 得果报的时候 那个势力 你看 他的父亲身为国王都不能够障碍他的安乐果报 他的善业到这种程度 没有人可以去抗拒 他父亲把他嫁给的乞丐 他的福报 照样显现出来 他就是没有义气的随便找一个乞丐 他的果报照样出来 谁都挡不了 因为他造业的时候 齐心金刚 坚定金刚 不可破坏 他有强大的愿力 这个钱其实他们两个一起赚的 其实是他先生赚的 他就拿了先生的钱去布施 所以诸位要知道 业力的成就 一定要有信念的引导 才能构成业力 所以你的信念就扮演的重要角色 他的强弱 他的方向 就扮演重要角色